近期港股好波动 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蔡凤怡在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网上研讨会上致此透露 截至6月底 落户香港的零售基金净资产值按年仍升9%至近1.56万亿港元 上半年净流入620亿港元 蔡凤怡提到 证监会正与中国证监会及港交所推动ETF通的推出 证监会将持续与内地寻求完善及扩大相互市场准入范围 巩固香港作为领先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基金落户首选地的竞争力 并确保香港的监管与全球发展及行业业务所需保持一致 另外 他指 政府及证监会致力推动香港发展成区内具活力的房托 Right市场 认为凭借香港的股市集资能力健全的房托监管框架上市制度巨透明度 可吸引新房托在港上市 蔡凤怡又预计 强基金撤销房托投资10%上限 可推动强基金基金更多投资于本港房托 从而扩大房托的投资者基础 从而扩大幅 촉显板准备 尽管聚历